假如设备正常开机的情况下 没有激光辐射 按了这个按钮之后 没有激光辐射 那么先把这个安全按钮按掉 在这个操作界面 看一下指示红光 正常应该是有指示红光出来的 如果没有指示红光 那说明那你就需要检查一下这里 你把这个设备 这个位置先关掉 拧开镜片 这个拿下之后 这个面朝下 放在一个干净的周面 用手轻轻胖动一下这个镜片 如果动不了 那么说明我整机已经上电 就需要把你先把机器关掉 如果说这个东西能动 看到没有 这样像那样能动 上电的情况下能动 那么你需要检查一下这个位置 这两个插头有没有插牢 如果说插牢了 正常上电情况下是什么样的 它这个是痛不了的 看到没有 轻轻碰这个边缘 不要碰中间 碰到中间如果张了 擦镜子把它擦干净 两个镜片都可以碰一下 你检查一下 按下这个 点下这个里面通关 它是不是从正中心出来的 这样看 看到没有 如果在正中心 那么就没问题 如果不在正中心 你需要把这四个螺丝拆开 在断电的情况下 把这四个螺丝拆掉 这个底下有一个 拆掉之后 把螺丝放一边 这个就可以打开 打开的时候小心一点 注意看着有点线 这个位置的线 不要拉断 我们可以上电的情况下 上电的情况下 把这个参数里头 参数里头 显得直线 把长度设为0 把速度减得最慢 点一下光度来 那么它有个点子的 如果不在正中心 那么你把这两个螺丝拆掉 这里头有两个螺丝拆掉 轻轻拦动 拦动这个 可以把它的 相对位置 可以拦到 我放在这个位置 拦到自动心来 就可以了 就这样再拦到 现在没有 没法 要遇到 我在还有 最后 依捅